前行提要 在蛋哥与爭執相擁的感動時刻 弗萊恩幫蛋哥做的臨時套裝卻消失了 場面都是尷尬興奮又害羞了起來 啊對不起 我忘記已經過十分鐘了 我立刻再幫你做一套出來 衣服櫃子 啊 包刺 我露得分開腳 其實穿這件也可以啦 這樣插口袋就可以插這裡 蠻酷的 不行 我無法接受自己製造出這麼醜的東西 請立刻脫下來 謝謝 弗萊恩 你慢慢來也沒關係 反正現在也沒有人 而且針子也幫我遮住了 也沒有人會看到 但針子其實很想看 謝謝你 又給你添麻煩了 沒事的 我送你們回珍世衣族吧 不然回去的過程中衣服又會消失的 送我們回去之後 你會去哪裡呢 應該會繼續接世界各地其他的賞金任務吧 因為我的夢想就是要走遍電視衣介 然後遇到很強的對手 並跟他切磋 畢竟我的實力還有許多不足之處 弗萊恩真的是一個謙虛又厲害的人啊 我們到珍世衣族了 這裡就可以放心了 這次真的很謝謝你 弗萊恩 沒有你 我可能就命上美安子衣族了 小事一件 你們兩個要好好的 期待之後聽到你們的好消息 到時一定會邀請你來參加的 恩 那個 在離開之前 我有一個無理的請求 珍子 能不能請你跟我切磋幾招呢 阿 當然你不答應也沒關係 畢竟這只是我單方面的 哼 請多指教 哇 好懷念的感覺喔 那今天就由我來當武鬥大會的裁判吧 藍方 以及紅方的選手也就位 預備 開始 謝謝 坐著了 我兩次了 你要弄我很夠啊 對不起 十分鐘就到了 謝謝 那兩位可以直接開始了 恩 什麼都沒有動靜 我 我還是站後面一點好了 快 我眼睛完全沒跟上 而且他們的攻擊強盜 我的衣服又破了 看來我還需要更努力 才能勉強追上你的腳步呢 謝謝指教 那我們就告辭了 再見 Brian 之後還要來找我們玩喔 走回珍西族王公的路上 珍子一直低著頭 似乎若有所失 寶貝 你怎麼了 有心事嗎 是不是我給你的麻煩呢 珍子趕緊搖了搖頭 他並不是在怪蛋哥被抓 突然間 珍子像是下定的決心一樣 抽進了蛋哥的耳邊 對蛋哥說了一句話 我 我沒聽錯吧 你說 你會徵求你的父母同意 然後跟我一起去學校上課 你是指 我讀了那間蛋蛋高中嗎 那當然好啊 我禮拜一再去幫你申請入學 感覺會很有趣呢 於是珍大念最新進展 珍子上學序 舊子展開 來自電視一屆珍西族的珍子 能順利的融入人類的校園生活嗎 敬請期待喔